1952年,北京这座有3000余年建城史,860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,开始被陆续拆除。 城中那些承载着历史,历经数百年炮火,归南故岛的建筑,却在最温柔,却又最快速的拆除中,永远消失了。 老北京流传着一句老话,内九外亲皇城寺,九门八点,异口中。 重门门,又名哈德门,海带门,1950年拆除凤城,1968年全部拆光。 宣武门,宣武门又称死门,1965年拆除。 复城门,1953年拆除凤城,建楼台积,1965年拆除城楼。 西直门,1969年音修地铁将城楼、建楼、闸楼、凤城一并拆除。 安定门,安定门又称生门,1969年音修地铁拆除。 东直门,1965年拆除。 朝阳门,1953年拆除城楼,1957年又拆除建楼。 现在只剩下一个正阳门城楼和德盛门的城楼。 永定门,外城最大、最重要的城门,1950年拆除凤城,1957年将城楼、建楼一并拆除。 左安门,1953年将城楼、城台、建楼、凤城全部拆除。 右安门,1956年拆除建楼、城台及凤城,1958年又将城楼拆除。 广安门,1957年拆除城楼。 地安门,1420年建,1954年拆因交通问题拆除。 西变门,1952年将城楼、建楼、凤城一并拆除。 东变门,1958年修北京火车站拆除城楼。 中华门,1954年为扩建天安门广场被拆除,毛主席纪念堂就原职所在地。 不仅仅是这些,还有气魄宏大举世无双的北京古城墙和北京城内的各式建筑,也被毁避殆尽。 当时,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梁思成,为了保护古建筑,不惜以死相见,但仍然无法阻止北京古建筑的消亡。 他激进绝望,失声悲痛诉,和无助的暴汉,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,但是还没到五十年,人们就后悔了。 如今,这些古老的建筑早已无复存在,只剩下一步个相应的定义,依稀提醒着当事的人们,这里曾经注立着一个宏伟的城楼。